前几天《明忍之子》女生纪九大厂牌诞生夜 想必大家都守在手机前面看直播了吧 这一次是《明忍之子》三级嘉宾的一个集合 也让很多第一季第二季的粉丝激动不已 《明忍之子》第一季每一位小哥哥都那么的受欢迎 这一次却只有马伯谦、廖俊涛和周震南去帮唱师妹了 这让人有些诧异 马伯谦、周震南被称为签证CP 廖俊涛、钟一轻和毛布奕被称为一家三口 这一次爸爸和妈妈在舞台上相见 儿子钟一轻却忙着新剧开播的事情去了 钟一轻参演的《极限一期与你同行》 近日官宣了一组预告片 并且定档近日播出 这部电视剧由火箭少女101扬超越 以及曾经在《流行花园》里有过精彩表现的梁静康 《明忍之子》第一季没能进入九大厂牌 但却对杨幂签约的《助子杰》 当然还有我们的肉包子钟一轻出演 虽然说钟一轻的这部剧中的造型还挺寒碜的 但是毕竟是肉包子第一部参演的剧 各位多担待 不过话说回来 这一次杨超越主演的剧 首次播出演技似乎还挺自然的 虽然是原生出镜 但是还挺有代入感的 杨超越的眼泪也终于在这部剧里面派上了用场 怪不得钟一轻没有去帮帮唱 原来是新剧要开播了 最后还是一起期待一下这部剧的播出吧 那小伙伴们对此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